我是一个流浪的小狗 我还是个宝宝 被扔在地铁站 人来人往 但是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 我很饿 也很糟 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也常常碰到其他的流浪儿 有的以前就认识 有的是新朋友 我在这个地铁站都留了一段时间 尽力找点吃的 然后可以躲起来睡个觉 我很虚弱 时时刻刻都在害怕 每个人匆匆而过 不会有谁注意到我 直到周妈妈发现了我 让我吃得饱饱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美味 带我去看医生 洗得干干净净 一点都不臭了 周妈妈带我回家 那是个有很多小伙伴的地方 有周妈妈和好几个姐姐 还有大叔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大家 我很快恢复恢复了健康 我又认识了很多快乐的新朋友 跟他们一起玩耍 不用担心任何危险 我是个特别幸运的小娃 很快就有了新家 是在一个叫做加拿大的地方 美丽的义务飞行志愿阿姨带着我坐飞机 我很乖 不吵不闹 我知道幸福的来之不易 我是多么的激动阿 在多伦多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我见到了妈妈 这是曾经的我 这是现在的我 我想念我的周妈妈 感激她为我做的一切 我爱我的新妈妈 就像爱我的周妈妈 但愿所有的毛娃娃都能找到一个爱她的家 我是Lucky 很开心介绍我自己